大家好,这里是美滋味料理频道 上两集我们一起学了韩式海鲜豆腐包和红烧豆腐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日式口袋油豆包 所愿到的食材 先来腌制一下猪脚肉 加入四分之一小匙的盐 搅拌均匀 二分之一大匙的糖 搅拌均匀 一大匙的生抽 搅拌均匀放在一盘备院 将牛瓣院刀挂掉表皮 牛瓣含有丰富的纤维 具有清肠解毒降低血压等功效 刮掉表皮后的牛瓣洗净 切除两头的部分 在一个盆中放一点水 倒入一点盐 远刀像削银笔似的把牛瓣削到盐水中 盐水可避免牛瓣的氧化 削到剩下一点时就不愿削了 以免削到熟 等一下远刀切水就好 在盐水中浸泡十分钟后捞出 切碎备匀 红葱头去皮切碎 然后把切好的牛瓣和红葱头倒入猪脚肉中搅拌均匀 做口袋油豆包 选用这种小方形的油豆包 或者长方形的油豆包对半切 小方形的油豆包剪掉的边 可以切碎半路收入线里一起食用 洗净韭菜花 在热水中稍微烫一下捞出冷却 油豆包也放在热水中泡软 泡软后捞出冷却 等油豆包冷却后 把瘦肉馅料包入油豆包内 用韭菜花绑紧 用草花绑紧 洗净 把包好的油豆包放在盘中 现在来调油豆包的调味料 在高汤中加入一大匙的生抽 一大匙的蚝油 一小匙的糖 一小匙的淀粉 和一小匙的麻油 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油豆包的盘中 开火烧水 水烧开后盘主放在蒸架上 盖上盖子中小火蒸8分钟 8分钟后取出 可以放上一点鱼籽点绝 这样简单又美味的 日式口袋油豆包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点赞分享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加入我们的Facebook互动群 我们会定期播放 用健康的料理方法 来烹调美味的食物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